大家好 今天是12月20号 今天Fox电台采访了白宫经济公文皮特纳瓦罗 也采访了中医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 两个人的访谈都非常的精彩 非常的重要 皮特纳瓦罗主要谈了一下 中国政权就是这次遍及全世界的大疫情的罪魁祸首 是杀死I30万美国人的杀人犯 杀人逊手 麦卡锡主要谈了一下中医院情报委员会 民主党议员Eric他比中共的美女间谍搜尤之后 他到底还适不适合待在中医院情报委员会 这样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听一听皮特纳瓦罗他接受的访谈有中文字幕 比特纳瓦罗的这段访谈主要谈了三层的含义 第一层含义他指出来川普总统的伟大成就之一 就是他强硬的对华政策 是他第一个指出来 中国政权才是美国最重大最显著的深从威胁 那川普和皮特纳瓦罗呢 早在2010年就认识互相作为知己 那皮特纳瓦罗写了那本书《致命中国》 这本书呢比川普发现之后如获之宝 然后把它呢请赞助商拍成了电影 这个书的主题呢就是中共就是美国最大的威胁 川普呢是心领神会 所以他一上台就大打毛一战 第一个这么大规模的对中国政权征收关税 第一个呢把中国的华为踢出这个5G 第一个呢把中国的领事馆给铲除了 还有第一个跟台湾的总统蔡英文通电话 他创造了很多的敌意啊 可以说他的强硬的对华政策空前绝后 那中国人呢也是非常的喜欢他 非常的爱戴川普总统 国务院的智朗余茂春呢 就说川普总统他的对华政策 就是有原则的现实主义 他虽然不是理想主义 因为美国利益呢排在第一位 理想主义呢就是我要彻底的改变中国政权 这就作为我的对华政策 他不是这样的 他要强调的是现实的利益 就是美国利益第一 在这个条件下还有讲究原则 就是人权民主 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人前进行狠狠的制裁和惩罚 川普的这个政策是非常的强硬 也导致美国更多的一些鹰派给形成了 那第二层含义呢 皮特曼特别指出 中共对美国的威胁不仅是经济侵略的问题 也不仅仅是偷窃知识产权 还有在地缘政治上进行挑战的问题 最关键的是他亲自杀死了爱三十万美国人 根据现在最新的这个统计 有三十一万美国人死于新冠病毒 那这个新冠病毒呢 民主党啊 一直追求的人就是川普政府 共和党政府 其实呢他们没有强调 这个病毒它的来源是什么 来源就在中国 就在武汉 就在中国政权 现在导致全世界发生这么大的 这么恐怖的死亡率 导致这么多人死亡 归根究底就是中国政权造成的 最新的事情就是英国这个病毒啊 已经发生了变异 那更加难对付了 所以全世界各国呢 都跟英国产断了这个交通 最新的就是加拿大也切断了 跟英国之间的交通 欧洲国家都跟英国给切断了 产生这么多的问题呢 根源就在中国政权 是他就是一个杀人犯 他袖带病毒啊 杀死了二三十万的美国人 这个责任呢 就应该由中国政权来赔偿 来承担这个责任 所以第三层含义呢 皮特拿瓦罗特别的强调 那我们一定要制裁 一定要追究他的责任 怎么追究呢 他提出了个建议 就是总统亲自要成立一个委员会 然后把这些人员的伤亡 把经济的损失 所有的我们都搞出来 搞一个账单 Bill 然后叫中国来付这个账单 Bill呢 就是美国人每个家庭呢 每个月都会收到很多的Bill 电税啊 网络费啊 你要付的 那对中国呢 也搞成这个Bill 叫你来付这个账单 所以呢 纳瓦罗他是个经济学家的思维 叫中国来付这个账单 那这是一种经济的做法 那经济呢 你不愿意赔偿 你不想赔偿的话 那我们用其他方式呢 来叫你付这个钱 所以呢 先把这个账啊 记在你的前面 这是最关键的 总而言之呢 皮特纳瓦罗 确实还是川普的一个质疾 无论以后怎么样的变化 那他特别指出来的川普的对华强行政策 应该得到延续 这是他今天呢 特别向福克斯电台指出来的 福克斯电台今天呢 还有一个重要的访谈 就是访谈中医院 共和党的领袖 麦卡锡 麦卡锡主要的谈了一下 民主党议员 艾瑞克和共产党的美女间谍 方方之间的事情 这个事情呢 已经非常的严重了 Friday we finally got our FBI briefing it was just the speaker Nancy Pelosi and myself it was a very thorough briefing no one that was in that room could walk out and say Eric Swalwell should be on the intel committee I don't know they had a briefing before in 2015 and I don't know what that briefing was like compared to this one but it could not have been the same the one answer that I got out of that briefing was there is no way Eric Swalwell should continue to serve on the intel committee 中国的美女间谍方方 是我们一直追踪的一个新闻事件 她也成为民主党和共和党 一个新的政治的一个焦点 方方本人已经逃回了中国 跟她发生新关系的中西部的两个市长是谁 FBI一直不透露 所以她没法追究那两个市长的责任 那有一个人呢 大家非常清楚就是Eric 2015年之前 她一直跟方方保持着不明不白的关系 所以大家呢 所有的眼光都盯着这个Eric Eric呢 她是选民选上去的 你一下撤销她的议员职位还不可能 但是她呢 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里 在情报委员会的这个职位很关键 也可以把她给拿掉 但是呢 佩洛西作为众议院议长一直不想拿 那么星期五的时候 FBI就做了一个非常深入特征的一个报告 作为众议院的共和党领袖麦卡锡 她听了报告之后 她就得出了结论 这个结论呢 就是Eric 她绝对不可能再在 情报委员会带下去 可想而知呢 FBI给他们报告的事情有多严重 实际上把2015年之前呢 跟方方友人到底认得到什么程度 有没有泄露情报啊 有没有那种可能性呢 全都向他们汇报了 汇报的两个人呢 只有佩洛西和麦卡锡两个负责人 所以麦卡锡很建议 中医院情报委员会所有的议员都应该看FBI的这个简报 当所有的议员呢 看了这个简报之后 肯定会大惊失色 一定会让Eric走人的 当然呢现在民主党方面 还保持沉默 Polosi呢还是一言不发 但是共和党肯定会施加最大的压力 在下一周 Eric有可能在这种压力之下 就自动的给走人了 所以说这就是两党政治的一个好处 你一个党有什么瑕疵缺点 另外一个党就给你提出来 给揪出来 在这样中两党的竞争下 在另外一个党的压力下 另外一个党来调动媒体 还有其他社会力量给你的压力下 你不得不进行推缩 民主党那你对共软弱 那共和党呢以后不断的给你施加压力 你根本呢就没法再软弱下去 因为你软弱的话 共和党和其他的一些社会团体啊 会给你继续的施压挑你的毛病 那么共和党方面呢 他们在移民政策方面很强硬 我们知道上周呢 克罗兹共和党的要员 他否决了香港的一个难民法律 这个很多人呢不可思议 这是因为呢 共和党他一定采取的是一种非常认真 非常苛刻的一个难民政策 他就担心这些新移民呢 不断的引进来 里面有些功特 这个是他担心呢 民主党借这个香港的法案来拓展他的移民的非常宽泛的那些条款 这样的话对共和党呢是不利的 因为在美国呢 民主党他主要的选票的来源就是这些新移民 所以新移民越多的话他越高兴 共和党呢主要靠的是基督徒 靠的是白人 所以呢新移民呢实际上对他并不利 所以两个党呢 也是为了各党的一些选民的利益 在移民政策上是完全不同的 但这种不同呢也是相互的制衡 那在香港问题上 香港难民这个问题上 共和党就受到了一些谴责 那民主党呢会积极的施压 联合这些媒体啊 社会的力量给共和党施压 可能在明年的时候呢 还是会通过一个 针对香港难民的一个新的政策的 这就是两党政治的一个好处啊 互相的来进行制衡 来进行平衡 极左非常的坏 极右那也不好 矮是一左一右啊 左右两个互相的牵制 互相的平衡 这样的话 这个社会呢 在一种钟摆效应之下 达到一个平衡 就像台湾的这个两党 还有很多民主国家的这个两党制 那美国的两党制 更有上百年的 几百年的历史 所以呢 我们要对这个两党制啊 要有一个充分的认识 两党竞争根本不是天诛地灭 根本不是什么政协大战 那完全是瞎说 所以呢 我们要对美国的政治啊 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之后 会对整个的现实 有一个客观的判断 那未来呢 对华政策怎么走 也不像大家所想象的那么糟糕 当然呢 也不是川普时代这么的强硬 我们的目标 共和党在2022年 来占领参议院 众议院 整个立法权呢 都归共和党 2024年 共和党的领袖 重新进入白宫 那样的话 共和党的强硬派 聚集在一块 这些所有的对华硬派 聚集在一块的时候 那对中国政权呢 再施加最大的压力 到时候呢 中共肯定就会有垮的一天 而且呢 在未来的四年当中 也有很多的机会 所以大家呢 不要焦急 对美国的政治 要有一个非常理性的认识 所有的这些判断 决策 都是建立在对一个事物 真实的考察之上 而不是建立在假新闻之上的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评论到里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欢迎订阅 保胜传媒 再见 Donald J.Trump was to bring to the fore this concept of China as a significant existential threat to this country now we are all China hawks and I think it's really important we come together as a country don't forget Pete don't forget Pete over 200,000 americans have died why? becaus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fected the world with a virus so it's not just that they just tried to destroy our economy and steal our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y killed americans put americans out of work Friday we finally got our FBI briefing it was just the speaker Nancy Pelosi and myself it was a very thorough briefing no one that was in that room could walk out and say Eric Swalwell should be on the intel committee I don't know they had a briefing before in 2015 and I don't know what that briefing was like compared to this one but it could not have been the same the one answer that I got out of that briefing was there is no way Eric Swalwell should continue to serve on the intel committee